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也会担 人与人之间 总是单方面付出 只会变得徒劳 互相为对方着想才能长远 不要等老去才明白这四个道理 一 让你不舒服的关系都是错的 陈道明说过这样一句话 最好的事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 能够和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 才能有旧处不厌的事宜 然而生活中却存在着很多令人不舒服的关系 曾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独自在日本东京打拼的姑娘 由于要换房子居住 准备将房内的小桌子处理掉 她的前同事听说这件事后 立马联系这位姑娘 透露出自己想要小桌子的想法 这位姑娘很干脆地答应了 但是 过了几天以后 那位同事又默默唧唧地给那位姑娘说 她不打算在东京用这张小桌子 想让那位姑娘帮她把桌子快递到北海道 姑娘一听 觉得有些麻烦 便拒绝了 但随后发生的事让她大为恼火 原来 桌子被前同事在二手拍卖网站上卖了 更奇葩的是 那个前同事还理直气壮地对那位姑娘说 你都答应送我了 那么怎么处置桌子就是我的权利 你一定要赶紧帮我快递 我都答应买家要包邮呢 理所当然地拆钱和得尊禁止的要求 最终使得这段关系画成了句号 作家苏惨说过 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 不需要可以讨好 努力经营 两个人已是顺其自然的束缚 如果一段感情 一个人得让你好费巨大精力来取悦 这已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 与人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舒服二字 能够遵从自己内心的神医 不被别人的想法裹挟着向前走 这才是一段好的关系 如果一段关系 需要你却费力维持 我劝你尽早放弃 与相处不利的人在一起 才会轻松自在 二 好人有好报 老好人没有 常言道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做人太过善良 没有底线 只会自生别人的恶意 让别人自无忌惮地欺负 在电视剧修真妈妈中 女主角杜娟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 杜娟是个修真姑娘 即使长大成人了 身高也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虽然个子矮小 但她一直为家里任劳任怨地辛苦操劳 杜娟尽心尽力地照顾蒂西 经常做饭给蒂西吃 但是蒂西非但不灵气 有一次 还将杜娟端给她的饭打翻在地 蒂西甚至 还把杜母留给杜娟的姐 理直气壮地拿走了 还用那笔钱买了一个大彩垫 她只顾自己享乐快活 根本不管杜娟没了那笔钱 该怎么生活 但是杜娟不计前些 还从水缸中救出了侄子 蒂西非但没有感激她 反而责骂杜娟没有看好孩子 后来 蒂西更加肆无忌惮 竟然还把杜家的老房子卖了 把杜娟赶出了家门 杜娟没有反抗 也没有距离力争 一个人在夜里悄悄离开了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杜娟捡到一个墙包中的女孩 她很高兴 决定收养女孩 为了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 杜娟借钱在城里 开了一家面馆 即使生活困难 杜娟也从没有让女孩受过一点苦 杜娟给女孩买漂亮衣服 送她去上学 别人家孩子有的 她的女儿全都有 因为女孩有舞蹈天赋 她还送女孩去高等的舞蹈学校 学习舞蹈 为了给孩子买昂贵的舞蹈服和舞蹈鞋 她起早贪黑地在店里忙活 杜娟寒心如苦把女孩养大 谁是长大后的孩子 竟然嫌弃杜娟的身高 当杜娟去开家长会时 发现女孩竟然找了一个陌生人 充当自己的母亲 只因为女孩觉得 杜娟的身体给自己丢脸了 在学习舞蹈的期间 女孩找到亲生母亲 她便抛弃了杨母杜娟 丝毫不念及往日杜娟对她的好 即便这样 杜娟对女孩也没有一丝责怪 正是杜娟过度地善良 使自己的一生充满波折 得不到幸福 网上看到一句话 这世上 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知人土豹 所以别做一个总是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的老好人 并不是付出的越多 收获就会越多 有时候 过多的付出 反而得来的是别人的不尊重 东青说 你若好得毫无保留 对方就赶快到肆无忌惮 善良有耻 忍让有度 只有如此 才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保护好自己 否则你在别人眼里 就会成为愚蠢的存在 三 别仗着关系好 就属于理解 诸葛亮说 将不可教 教则失礼 失礼则人礼 人礼则众叛 将军和士兵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关系亲密的两个人 更要有利有劫 在陈舍世家这本书中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陈胜称王后 有一天 一位曾经与他一起种地的朋友 来找他 陈胜很高兴地接待了他 但这位朋友 为了表示他与陈胜的关系非常要好 竟然不顾陈胜的感受 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喊出陈胜的大名社 陈胜虽然不高兴 但念在事顾脚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朋友见陈胜没有怪罪自己的事例 就以为陈胜是共年旧情之人 无论自己做出怎样过分的事 陈胜都不会怪罪 于是 他便越来越放肆 他常常跟别人说起陈胜的陈年糗事 对陈胜的形象也时常品头论足 这些事不久后就传到了陈胜耳中 陈胜大发雷震 一气之下 命人将这位朋友斩首了 爱莫生说 生命并非短促到 连讲究礼节的时间也没有 再好的关系 也要知分寸 守礼仪 不要仗着与对方的关系好 就肆无忌惮 殊不语据 才是维持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 四 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赞康永曾说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 每次让对方开心 存款就多一点 每次让对方难过 存款就少一些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都是有额度的 一旦过度地挥霍 感情只会越来越淡 在电影《饮食男女》中 中国伦和小芝芝 从一开始就是相互喜欢的 只不过小芝芝是一个嘴硬的人 不肯承认自己喜欢中国伦 中国伦为了追求小芝芝 经常去她打工的店门口等她 有时候 她一等就是很长时间 无聊时便会看出来打发世界 在中国伦看来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她愿意做任何事 更何况是长时间地等待了 但是小芝芝却觉得 既然中国伦要追讨 那么做这些事实在正常不过的 仗着中国伦的喜欢 小芝芝有恃无口 有时故意刁难中国伦 让她等更长的时间 在此期间 小芝芝更是对中国伦冷处理 不闻不问 中国伦虽然心里难受 却为了心中所爱 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直到有一次 中国伦像往常那样 在店门口等待小芝芝 店里的同事见她可怜 就告诉她 小芝芝其实在一个小时前就走了 中国伦知道后 生气地怒吼 要见就见 不见就不见 干嘛每次都要折磨我 这件事情过后 中国伦就再也没有找过小芝芝 最后 中国伦遇到了另一个爱她的女孩 这让小芝芝后悔不已 可以无力挽回 爱你的人会包容你的一切 但这份爱 你不可以随意挥霍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从不会投掷和爱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每段感情 都是难得的缘分 在这个世界上 真心对待你的人不多 请一定要珍惜那个对你好的人 一旦错过 将会遗憾重生 王小波曾说 我活在世上 无非是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见些有趣的事 躺能如我愿 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人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不要等老去 才明白这些道理 让人徒增伤感 不要犹豫 只有扔掉了那些令你不舒服的关系 人生才会变得更舒坦 改调了好人的心态 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业 注重关系中的理解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绝不透支任何关系 才能维护好一段感情 只有如此 人生才能平安顺遂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